前面多了一个什么? Static Static的话特别注意 通常指的是静态 不过在Java里面 如果你前面 加上一个Static的修饰词的话 通常这个Count 它存放的位置 不是在Local 而是在Global 也是一般加了一个Static 通常把Count 变成一个痊愈的变数 当你放在痊愈变数之后 它就无论在其他地方 其他的class里面 也可以被存取到 所以这地方要用一个Static 如果你没有加Static 这个Count将来 存取会发生问题 所以这地方要特别注意 然后其他的话 在这边一样有一个PersonInfo Bring的话是个人资料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Person类别的部分 那重点是在加上一个建构值 所以各位把焦点放在建构值上面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student要怎么存取Person的建构值 这地方又更为复杂 所以后面我们其实也都延续性的 那也就是说将来你们在做练习的时候 就是交作业的时候 你也不见得一定要 像昨天同学问说 到底要不要分成好几个作业 你可以分开来没关系 或者你最后结合一个 但是你要把所有的 交的功能通通都放进来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功能 你可以把它结合成一个Sample 当然也是OK的 也是OK的 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 怎么去做 当然我们在付类别里面有建构值 那怎么去呼叫这个建构 因为外部有传进来四个参数 分别是ID、Name、N-O 那N-O这个地方基本上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学号 做一个学号 这个学号的话是N-O 那再来一个Grant 所以会有四个资料 那这四个资料呢 我分别把ID放在哪里 我希望把ID跟Name放在复类别那边 所以复类别用SUPER 然后呢后面加一个ID跟一个N 把它放在复类别 所以前面加一个SUPER 那SUPER之后的话 就会把资料透过建构值 传递到复类别的两个成员变数 ID跟Name把它存起来 再来的话呢 这个Name的部分 这个Name指的是什么 这个Name指的是 这个我们自己本身 所以这地方的话指的是上面这一个 Name 存起来是学生 然后List List指的也是什么呢 List class 指的是也是student 然后里面有个ID ID指的是这个成员变数 然后把NO也传递过来 所以NO传给他 再来的话 有个PLAND点也传给他 所以传给他之后的话 那再把List指向这里 所以基本上传进来有四个东西 有两个 放在复类别 有两个放在纸类别 OK 那最后的话要怎么样显示出来 最后我们透过Person 这边有个PersonInfo 那忽略别大也有